你先来收听的是古泰驿站第125集 好那今天呢古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礼拜的各国周月主力行情表 那基本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上礼拜五我们是休假的 因为五一劳动节所以我们放了一天 所以呢我们提前在礼拜四同时收周线跟月线 提前在礼拜四收 那基本上礼拜五的国际股市啊其实表现的不怎么好 表现的不怎么好所以极短线下礼拜啊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OK好那在分享之前呢 其实我们昨天呢已经有分享 就是大家敲碗敲很久的全证刑法 那昨天其实我昨天已经录完了 那因为他那个录影的时间昨天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呢 古泰呢就是放着让他上船 然后就去睡觉了 那基本上啊 这一部影片呢 其实我已经把一些全证比较基础重要的一些名词 我已经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这边呢直接带一点点补充 把这一部影片做最后的一个重点整理 等一下呢 我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 OK 所以呢 基本上 如果大家真的听不懂的 回去听完EP124再回来看今天的重点整理 那重点整理的部分笔记我会放在LINE的社群 所以大家记得加进来 OK 那一样呢 就是欢迎请新朋友呢 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古泰驿站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们登录 按下我喜欢 重点是subscribe订阅 开启全部通知小铃铛 那这边呢 古泰只要有上片呢 YouTube就会第一时间的免费的通知你 好吗 那我们每一部影片的下方啊 都有这个LINE的官方的社群连结 大家记得加进来 那我们进来的时候会有通关密语 那大家就回答一下 那我就会核准你加进来 那如果我没有按到核准的 那你也确定你有申请的 欢迎在YouTube跟我讲啊 留言一下 那告诉我你那时候填的 昵称叫什么名称 那我再帮你按核准 好吗 好 那昨天呢 昨天呢我们讲了全证心法 那其实 大部分我都讲 大部分我都讲完了 那 昨天你如果看完 其实有一定了解之后 我这边帮大家做一下重点整理 那你们可以自己做笔记 你可以自己做笔记 那我直接 来 好直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 全证心法 基本上大家特别注意 昨天时间价值的恐怖 我已经帮大家算过了 已经算给大家听了 昨天的质帮 5月1号318块 5月30号 也是318块 也是318块 在价格不动的情况底下 你买现股 318到318你可能没有赔到钱 可是全证你如果敲个100张 你已经损失了快3万块了 大家懂的意思吗 所以 全证麻烦大家记得 盘整盘 不要做 我再强调一遍 盘整盘 不要做 除非你有把握 你有把握 他在 到期日之前 他可能可以涨个230% 或450% 你想要做盘整盘 你再去 不然你买下去 我跟大家保证 你买下去 就是瞬间赔一半 所以麻烦大家 全证盘整盘 不要做 那我通常自己做的话 全证我们可能今天买 明天就出了哦 有可能明天就出了 所以呢 全证 这边我前面就没有写 麻烦你的操作周期 可能 就在 隔日冲 或者是三个礼拜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操作周期 合理的操作周期 大概 隔日冲 到 三个礼拜左右 不要超过一个月 一个月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昨天 我举例的 智邦 一个月 价格 智邦 都维持在318块 价格不动 也就是 他盘一个月 你要损失 的时间价值 非常的恐怖 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全证不要 操作太长 也不要 干嘛 也不要干嘛 做盘整 也不要做盘整 好 那剩余天数 我个人会希望 比较建议的是 在60天到90天 大概60天以上 我个人觉得 就算不错了 因为两个月的操作周期 那你如果说 我今天买 比如说我只要读法说会 我今天买 明天法说会结果如何 我就要出了 那时间 这个因素 你可以不用考虑 为什么 我只 留了 留仓一天 那个时间价值 几块 其实对我来讲 不影响 所以呢 你如果说 只要操作短周期的 比如说 礼拜 二 要法说 我礼拜一 敲全证进去 我隔天不管 好或是坏 我就要出了 这个时间价值 只有一天 那你在意 剩余天数干嘛 大家懂得意思啊 所以我这边有说 你隔日如果集出的话 其实不受此限制 你如果做很短的 其实就 不用 不用管这个 然后成交量 成交量呢 会是希望 可能 成交量每天 那有军量 大概在300 到500张 可是 通常 实物上操作而言 你如果小资组 买个五张 十张的 基本上 成交量大不大 跟你无关 成交量大不大 跟你无关 除非像pro哥 我一次要 买个 499 或者是一次 买个一两千张的 你这时候 成交量不大 你卖不掉 券商如果又挂得 很少的话 你卖不掉 可是呢 你如果是一般的 小资组 你如果买个 五张 十张 甚至于 二十张以下的 到底跟你屁事啊 成交量 不用管他 除了 你张数 操作张数 比较多的 像pro哥 我可能 手上有两三百张 结果 券商要买回去之后 买个几十张回去 成交量不够大 挂价不够多 基本上 你就卖不回去 所以呢 基本上 成交量 就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买进去 你到底是买多 还是买少 所以呢 超过 操作张数不多的 不受此限 好 第三个 价内外 价内外呢 其实 我通常来讲 大概在正负15%以内 其实都还可以接受 正负15% 为什么要正负15% 其实一根涨停 或一根跌停 就到了 所以呢 这时候的杠杆啊 你在操作上面来讲 价格 现股在动的时候 你全阵价格比较会动 你不要那个非常价外的 非常价外的 连动都不动 我涨了两块 可能我全阵 没有价格都不会变 所以呢 这个 大家不要操作太价外 或太价内了 太价外的东西 或太价内的东西 你大概维持在 正负15% 或正负10 大概就这样就好 流通在外的比例 大家特别注意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我发行量5000张 结果呢 4000张 被别人买走 都流通在市场上 这时候市场上的挂架 就很容易被 什么 被人家乱操控 你很容易追高 或者是卖在一个 不合理的点位 所以呢 流通在外的比例 我个人不建议超过 70或80% 再来买卖价差比 买卖价差比越低越好 就像我昨天讲的 新车不落地 新车一落地 你都没有开哦 新车一落地 假设你后悔了 你要卖回去给机车行的时候 机车行 你看哦 我今天买一台7万的车 结果连开都还没开 连骑都还没骑 一落地 你想说 啊靠 现在我手头紧 不想买了 你卖回去给机车行 可能是对折 可能是对折 所以这边 取决于 它买回去 券商买回去的成本要 价格要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的买卖加差比 这边一定是要越低越好 也就是你一买一卖 来回之间的手续费成本 要越低越好 然后隐含波动率要稳定 隐含波动率没什么好讲的 你就是开 开那个网页起来 看那一条绿色的 它基本上是不是长期维持 不用一条线 反正就在一定的区间 这个range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再来 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全阵涨跌停 不等于线股涨跌停 礼拜四 连发科 开盘直接锁涨停 我们现在涨跌停是正负几% 正负10% 可是你们至于看一下 全阵的涨跌停 不是正负10% 它是超过 我随便举一档例子 他们就取 好 随便 比如说全阵试算 那 这是它原本跳的 联电 来看一下联电 它的正负 大家看一下 联电礼拜五的收盘 是收56.7 它的涨停价 明天在哪里 62.37 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现股涨停板 10% 叫做62.37 重点来哦 重点来哦 0.96的10% 涨10%多少 0.96 涨10% 我们是乘1.1 对不对 乘1.1 大家去看一下 多少钱 1.05 全阵涨停板 全阵涨10% 叫1.05 1.05在哪里 全阵涨10% 1.05在哪里 在这里哦 可是你知道 现股涨10% 全阵的合理价格在哪里 1.63哦 你知道1.63 1.63除以0.96 涨几%吗 你知道涨几%吗 各位观众 涨了69% 69%耶 所以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哦 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哦 全阵 我再讲一次 以联电而言 现股涨10% 全阵 它是涨了 合理价是涨了69%哦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重点来哦 重点来哦 这一档叫什么 081300 好来看一下哦 大家有没有发觉 大家有没有发觉 全阵的涨停板 在3.17耶 在3.17耶 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哦 3.17 出于多少 它的平盘价1.37 你知道涨几%吗 全阵涨了200多% 涨了230% 它涨了两倍 几% 涨几% 这样大家看得懂吗 这样大家看得懂吗 现股我涨10% 现股我涨停板没有错哦 现股我涨停板 是10%哦 可是全阵涨停板不是10%耶 全阵涨停板是涨了几%啊 130%啊 这样懂得是吗 你知道吗 现股涨10% 你如果觉得 全阵 也涨 也要涨停板 那我很抱歉 你会买到时尚最贵的 你会买到时尚最贵的 为什么 现股涨10% 可是你知道你全阵涨几%吗 全阵涨停板是涨130%耶 130%耶 10%跟130% 你要赚几根涨停板 才能赚到130% 13根涨停板 你要赚13根涨停板 这样懂得是吗 所以不要乱追 现股涨停板 不代表全阵涨停板 这个部分大家特别注意哦 所以我有跟大家讲 全阵涨停它超过10% 它不等于现股涨停哦 这个部分大家特别注意 然后再重点来了 现股的总张数 等于全阵的张数乘以行使比例 这个怎么看 假设今天 比如说 现在这一档全阵 现在这一档全阵 它的成交价加0.97 我买了10张 我今天敲了10张全阵 大家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成交价0.97 我们就是你要付多少钱 你要付乘以1000嘛 你要付970块 也就是说 一张全阵要970块 今天我买了10张 好 买了10张呢 我花了多少 9700块 那我花了9700块 我怎么知道 我买了几张现股 这时候你就要干嘛 用你的什么 全阵的张数乘以行使比例 我刚刚买了10张 联电源大零七够零五 我买了10张全阵 10张全阵 那我就干嘛 乘以多少 行使比例 0.3 那我就乘以0.3 等于3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今天买10张 联电源大零七够零五 我等同于现股 买几张 买三张 这样会不会算 现股的总账数 等于你全阵买几张 我刚刚全阵买10张 乘以行使比例 0.3 也就是我买进去 我现在买了10张 原大零七够零五 等于买了三张现股的联电 这样听得懂吗 三张现股的联电 要花多少钱 三张现股的联电 联电现在价格多少 五十六万七 五万六千七百块 你买了三张 你买了三张 你要花多少钱 至少要十五万十六万 可是呢 我今天买全阵 我只要花几万 我只要花多少钱 我只要花九千七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再来 现股一张 涨一元 涨跌一元 等于几张全阵 好 这边很多人不会算 大家记得 刚刚我们讲的是 你买了十张全阵 乘以行使比例 等同于我现股买几张 刚刚是讲买三张 可是这里的买三张 不代表全部 可以复制联电现股三张的涨跌幅 这里大家听得懂吗 我刚刚确实是全阵买十张 行使比例买几张 乘以行使比例 所以呢 我现股总张数是三张哦 可是总张数是三张 不代表 不代表 现股连电涨一块 我这三张会跟着涨到一块哦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 如果你要完完全全 复制联电现股的涨跌幅 你要看这个 你要看下面这个 现股一张涨跌一元 等于几张全阵 等于你要买几张全阵 这时候就要看什么 这时候就要看Delta值 那我这边公司已经帮大家写好了 联电现股涨一块 你全阵要买几张 你就是干嘛 这里有写1 除以多少 Delta 0.1004 0.1004 你要买几张 你要买9张哦 你要完完全全 复制联电现股涨一块 你全阵要跟着涨相应的报酬率的话 你要看这一个哦 不是看上面那一个哦 不是看现股的总商 你是要看这一个哦 你要用Delta去算哦 你想说台积电涨一百块 你的全阵也要跟着涨到 相对应的报酬率的话 你要用下面这个算 不是用上面的哦 上面只是告诉你 我买了十张 乘以行驶比例 等同于现股几张 可是等同于现股几张 不等同于他能完完全全 复制 现股的涨跌幅哦 你要完完全全能够复制现股的涨跌幅 要用下面这个公式 1除以Delta 这样懂意思啊 1除以Delta 才能完完全全复制现股的涨跌幅 这样懂意思 好 全阵一张一天的时间价值 就是什么 其他以这一张来讲的话 负0.0208 你给他乘以多少 乘以1000 一天要多少块 你买一张 一天付的利息 时间成本就是20块 就是20块 你敲个100张 你一天就要付2000块 2000块你如果给他放个一个月 你一个月的利息就是6万块 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6万块 所以呢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时间价值 好了 讲完了 那这个呢 我会放在记事本 放在记事本 那 基本上 这几个你懂了 基本上 基本上 那个 全阵无敌了 好不好 好 今天全阵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 前面花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 做最后 昨天的统整 那希望大家操作顺利了 那我们直接回归 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今天的主题 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加全指数 那加全指数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礼拜五 这一根其实坦白讲 坦白讲 其实又创了历史新高 很强没有错 很强没有错 那 这边 大家要比较特别留意了 我直接开门见山了 这个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各国周月主力行情表 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先看右边 月主力方向 月主力方向 好 月主力方向 台积电偏空 红海偏空 台湾五十 做多 提五十反 偏空 负负得正 所以这两个方向是一致的 加全偏多 贵买偏多 道琼偏多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废办偏空 可是纳斯达克又多 日本偏空 恒生偏多 韩古偏多 上阵偏多 罗素偏多 黄金又多 然后VIX也多 S&P500也多 其他都偏空 大家特别注意 五月份 是一个多空 非常分歧的一个月份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加全贵买 都是偏多 没有错 可是大家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台积电跟红海 它是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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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基本上 这些全职股 基本上 你也不能翻太空 你全职组翻空 你靠其他的 比如说金融股 或者是传产类股 其实撑也撑不久 撑也撑不久 台湾基本上就是电子股为主 所以短线而言 这边大家可以清楚 五月份的月主力方向 它其实 这边 要特别留意 加全贵买 虽然偏多 没有错 可是全职类股 是偏空的 全职类股是偏空的 那 T50反偏多 T50反偏空 然后 台湾50是偏多 所以这边 也是多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美股 道琼多 废半空 纳斯达克又多 日本 又偏空 雅谷 恒生 韩谷 上征罗素 是偏多 好 这里有一点点 跟之前不太一样 多空 都有点分歧 所以 五月份 震荡 来讲 五月份 五月份震荡 我个人觉得 会蛮激烈的 那你说会不会有 520行情 maybe有 可是有 可能也不会太亮丽 有可能也不会太亮丽 所以短线上 这边 大家一样 就是 手上 该停力就停力 该停损就停损 那我们看一下 周主力方向 周主力方向 台积电偏空 鸿海偏空 T50 台湾50偏空 T50返又偏空 这里 其实也是一样 多空分歧 也是一样 多空分歧 加权多 贵买多 道琼多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费半 纳斯达克 这礼拜 全部偏空 所以下礼拜 行情不太妙 行情不太妙 那日经 偏空 恒生 又偏多 所有的雅谷 全部都偏空 VIX偏多 可是富邦BIX又偏空 所以下礼拜 我个人觉得 这边大家要特别留意 下礼拜 行情 可能会往下去做一点点回撤 有机会先往下做回撤 所以短线上而言 大家也不用太乐观 也不用太乐观 所以呢 这边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那 五月份整体而言 整体而言 是基本上 是算有手 偏多的情况下 所以呢 假设五月份 有先下来回档 测试 回档测压 基本上 支撑有手 还是有机会找一下买点 可是呢 这边 如果再破关键重要的支撑的时候 大家皮就要绷紧一点 目前的疫情 其实台湾已经 这礼拜已经好几例了 那 咱们的蔡英文总统 基本上也说 小心再小心 那 足迹已经遍布到 是 好像几个县市了 短线而言 以 这礼拜的筹码状况而言 我客人还是觉得 大家 小心为上 小心为上 基本上 以这个格局而言 原物料行情 有可能 有可能会继续走强 继续走强 至少他会蹭在这边 因为所有的国际股是 整个来讲的话 整个来讲的话 其实电子类型的 还有科技股 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偏弱的状况下 所以呢 短线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小心 这种筹码 其实 没有那么一致性 没有那么一致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很难操作 所以短线上 其实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啊 那你要操作 你就小小玩 最近其实 我觉得小小玩就好 不要 你就不会太受伤 好不好 OK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个 K棒线型 那 以家全而言 其实这一根K棒 坦白讲 没有什么话讲 没有什么 这只是高档一个 合理的震荡K 合理的震荡K 其实特别留意啊 因为他 下礼拜 真的很难 很难讲啊 因为下礼拜有可能会先反映一下 国际股市可能会先往下去做一个回撤啦 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所以短线上其实大家特别注意啦 特别注意 那我们看一下礼拜五的一个法人 外资站在卖方 投信也是一路卖 投信也是一路卖 短线而言 看下信用交易融资还是增加 那 下礼拜 这个 我再讲一下下礼拜 如果有 急拉哦 先讲好 不过急拉不要乱追 急拉不要乱追 因为啊 以他目前这种量价关系的筹码而言 其实礼拜五 大家有没有发觉礼拜五 其实来到了5480亿 那 未来比较 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 未来 我不建议回来补啦 因为再回来补 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 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 基本上下礼拜特别留意 如果 急拉 我觉得大家不要去乱追 不要去乱追 短线上先张看好不好 那目前 其实都还是偏多了 架购没有错 那整体来讲 五月份 五月份 其实 各国股市啊 除了日经 还有费半之外 其实都还是偏多 所以 拉回 到一定的支撑 不破 再上的时候 那边才是买一点 那 短线上下礼拜 有可能会先 以利 往下跳水 做反应 有机会先 先反应一下 国际股市的 利空 所以短线上 而且 国内的疫情 也接二连三的 爆出来 所以短线上 其实下礼拜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大家看一下贵买 贵买礼拜五 其实已经创高了 创高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他一直被这条上升趋势 先压着打 那 这里再不过 这里再不过 其实 这里会形成蛮多套牢压的 所以短线上 我觉得下礼拜 还是有机会 先往下做一个反应 还是有机会 那 目前的法人 投信是站在买方 外资买 那信用交易的部分 礼拜五融资加 短线而言 其实 贵买呢 如果能够持续 撑在这边 当然是最好 盘整一下 看能不能跳空 直接往上 往上其实就比较能够化解压力 就比较能够化解压力 那 大家有没有发觉 目前 不论是贵买 还有加权指数 其实都离五日线 非常的近 离五日线 那我个人觉得 是有机会回来探十日线 五日线 十日线 是有机会回来再测一次的 所以短线而言 下礼拜 先看一下明天的开盘状况 明天呢 如果直接跳水开低 其实短线 大家就稍微可能 不要再进去抢 不要再进去抢 你要520 你要期待520行情 你也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做 520行情还有三个礼拜 你要做 也大概在下礼拜 你要买再买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期待说 目前这个行情要520了 那个太远了 不用看那么远 所以短线而言 其实下礼拜 我个人觉得是有机会先回来测的 是有机会先回来测 而且至少要反映一下疫情 所以短线大家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然后OTC 刚刚看过了嘛 那我们看一下台子棋 台子棋的部分啊 我们看一下静月的部分 静月的部分其实还是收小红 那他一直都有撑在五日线之上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那你说万八会不会来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哦 可能有机会 可是可能要接近 maybe啦 520会来个万八 可能啦 不确定啦 要看超盘手黑手 他们要怎么去处理 可是呢 那个 短线而言 短线而言其实 大家边走边看就可以 那目前一样都是盘整偏多啦 盘整偏多 下礼拜看一下明天的开盘如何 那明天呢 他特别注意哦 明天如果开盘直接破 这边如果 你看这边最低点是460 460 他最近一直在守这边啊 如果明天的开盘啊 明天的开盘直接破460的话 短线啊 大家就稍微减码一下 稍微减码一下 因为他等于这4天打了平台全破了 打了平台全破 那短线上那就没戏啦 对不对 所以短线让大家特别留意啦 那明天的支撑压力 明天的TD在哪里 476 差不多 开盘直接破 那就要小心了 要小心了 好吗 那我们看一下日盘 看一下日盘 日盘呢 日盘也是一样 明天的TD 有没有 TD在439 所以呢 你大家可以抓这个range 抓这个range 好吗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整个盘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啊 国际股市呢 稻穷 稻穷目前呢 其实已经 这边已经趋近一块收链完成 那他这边回撤月线 稻穷回撤月线 可是稻穷哦 这边要小心哦 这个月线不熟 其实就疑问蛮大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他目前的月线扣在这边了 扣在这边啊 再一个礼拜就往上扣 往上扣 他如果价格再往下 这个月线形成下弯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 三线会合月线下弯又破月线 短线上会形成一个重重压力 会继续往下攻哦 会继续往下撤哦 所以短线而言 其实下礼拜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一周 所以这个阻力啊 有听到的话 你就要好好守哦 不然其实这边啊 其实收链归收链啊 可是你要赶快往上收上去 不然这个月线往下扣 其实所有三线会合在加速往下扣 其实压力蛮大的 压力蛮大 那废半不用讲了 大家去看一下 废半这什么鸟线型啊 这个已经往下跳空跌破哪里 五日线 十日线跟季线了 哎月线哦 他现在已经来到季线了 那大家不要忘记一看 目前月线已经扣到最高 也就是说他五日十日二十日 现在全部都形成一个下弯 废半如果再不走强 这个问题蛮大的 这个问题蛮大 那以目前的季线刚好扣在这边 那大家去看一下 也大概将近一个礼拜 他会往上扣到最高点 那往上扣到最高点 你这时候如果不往上弹 季线也下弯 会加速废半往下撤的趋势 所以短线 我不怎么太乐观了 不怎么太乐观了 所以短线大家特别留意 那目前也是一样 那斯达克 虽然他比废半强 可是呢 那斯达克也回同 基本上也要来测 月线的一个支撑了 也要来测月线的支撑 那他月线现在扣这边 也是一个礼拜 大概会扣到最高点 所以短线上下礼拜 其实 美国的财报州 其实就看能不能带动反应一下 不然其实以目前的 这样的国际状况来讲 其实 一半一半 短线要特别留意 那黄金的部分 目前在这边 月线是有撑的 看能不能持续这边反复震荡打底 就有机会再来测半年线 那我们看一下 比特币 比特币目前呢 比特币目前反弹四支 不要再破月线 基本上这边震荡是 我觉得是创高的 可是 这边如果再破一样 会是一个波段型的空点 纽约清源 有 这边他打了一个收链上来 那目前是有网上表态的意味 是有网上表态的意味 那看一下 SNP 高档震荡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台积电的ADR 台积电的ADR 目前来讲看一下 台积电ADR 目前其实有机会来往下测前面 大概前面这波警线的位置 那 如果 正常他不要回来比较好 他回来其实就 回来其实压力就更大 短线上 不希望他回来 他回来其实就 台股 台股的基本上就比较没细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联电 联电他其实 大家特别注意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一波表态上去的这一根 他其实涨幅已经完全吃掉了 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基本上你就是法说前卖一半 麻烦大家纪律操作 那 TEMPO 时间大家要抓好 大家要抓好 那 短线上其实联电还没止跌啦 像这礼拜 说目标价喊到80块 到底干我屁事 大家懂得知道 联电长线我们基本上还是看 多没有错 可是 短线上 如果拉回 你真的很容易受不了 而且 头信钢第一天要到 这个 这个货还没到完 要止跌 也要等到货到完 最近不要急着去摸 不要急着 你不要说你有钱 你有钱大概没关系啦 小资主我可能只购买一张或两张 你不要买在这边 然后 废半 废半 那个短线要小心了 这边 废半 现在已经有一点尴尬了 因为他前面 他其实已经来测这边 你要想像成一个M头也好 他其实已经快跌破这边中间的位置 颈线的位置 这个短线上在 在破很容易形成技术派的 停损卖压 短线上可能要稍微留意 那我们看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最近是又跌回来的 又跌回来 那短线而言 短线而言 其实 这边 反弹 再回来测这个颈线 那这个颈线如果再没手 会继续往下 所以 看能不能有手 然后看一下日经 日经指数 目前其实 这边前面的颈线刚好熟得蛮漂亮 那 要赶快攻 不然这个不攻 其实蛮危险的 然后 韩国 其实有点走弱了 韩国 大家没有发觉 韩国已经破月线了 那台股 其实跟谁联动最 最多 基本上 美股看谁 美股就看费班和纳斯达克 台湾 雅谷看谁 雅谷就看日经跟韩国 那韩国呢 其实目前已经 破月线了 所以呢 整个国际股市而言 大家不要太乐观了 我先讲好 不要太乐观 不要太乐观 不要说 我的股票怎样 我的没的 资金部位不要太多 那倒是上证 上证其实这边有足一个小小的底薪 那看有没有机会 站上基线 站上基线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买点 那恒生目前也是一样 其实反而整个雅谷你会发觉 入股而言 好像 那个 比较漂亮一点 可是A50目前看起来还好 看起来还好 A50其实还不急着要去操作它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SAMCO的矽金元的股票 那SAMCO的部分呢 其实 矽金元下礼拜那个谁要发说 有没有机会 有 我先讲有 那 时间 大家一定要那个timing自己要抓好 你不要说像上次那个联店一样 那碰上去你只要买 我们都买多久了 对不对 所以短线上 矽金元是下礼拜可能 可能会有机会做一个 因为日本的深口已经创新高了 这个不用讲 OK 然后再看一下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 其实 被动元件再不表态 下礼拜就完蛋了 下礼拜就完蛋了 因为它其实在这边已经盘得够久了 那 短线上 以周K而言 你去看了 它已经来到前波的一个支撑区 这里再不破 再不熟的话 不赶快往上突破的话 其实问题蛮大的 然后看一下 没光 记忆体的部分 目前也是一样 这边跌回来 反复测试一下 最近很多人会问说 华邦店 万宏 金豪科 有的没的 短线上 你们可能就搭配一局一看 前阵子其实也吵得蛮凶的 吵得蛮凶的 那 短线上 这边要看一下 他回撤前面这边的警线 能不能 震荡游手 游手是还有机会 每一手 就比较尴尬一点 每一手都比较尴尬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下礼拜的法说 下礼拜的行事例 大家看一下 那个礼拜一 土城富邦 要不要土银 然后呢 宏远 中华店 美律 台湾大哥大 立基世界 制和政聚顶群殿环球金 下礼拜的矽金元 咦 要布局的应该 上礼拜应该都布局完了 那 礼拜二就是瑞玉嘛 瑞玉我们之前也有做 然后在群光下都 王道银行 雅光 TPK 下礼拜 那个平概股相关的 是有机会的 平概股相关的 矽金元 然后 5G相关的 比如说中华电信 远传 包括像现在字邦 这几天喷成这样 其实也大概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 好 然后再 其他的 可能稍微看一下 那下礼拜呢 光学类的 亚光 那 平概股的 可能就TPK相关的 所以短线上而言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 好 今天啊 现在 大概是讲了 大概40分左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 价格 点位 怎么去判断 好 明天啊 比较尴尬一点 明天啊 看开盘开在哪个位置 好 然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加权指数啊 那个 礼拜五的TM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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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是什么 多空交战区 大概在17616 17616 明天的TD 就是在457 所以啊 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刚刚讲了460 我刚刚讲了460 460 460 大概都在这个位阶 所以呢 明天特别注意 开盘哦 咱们先讲开盘哦 开盘绝对不能往下开 开破哪里 开破460 啊 这里往下开破460 你看哦 加权啊 加权TD在457 啊 然后呢 台子旗的TD在476 日盘的TD在439 所以呢 短线上不建议往下开 这里往下开 行情就可能比较偏弱一点 那 最好能够开平 如果他能够开在TM之上 那当然是最好 大家懂的意思吗 好 然后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礼拜五收600块 其实台积电 这边哦 再不上 真的压力蛮重 压力蛮重 所以短线上程 大家要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然后鸿海不用讲 我有说不要接哦 不要接哦 因为鸿海 目前他算是非常大型的全值 我有跟大家讲 技术分析 用在大型的全值股 是非常适用的 你不要给我乱接 鸿海 我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季线没有站回去 不要乱接 不要乱接 那礼拜五又继续破 好啦 先讲这样好不好 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讲的 礼拜五的市场战情监控图啊 其实 跌的加速其实蛮多的 跌的加速 可是整体而已 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看起来是还好 没有什么过热 或者是太悲观 可是呢 这礼拜的各国周围行情表 月主力方向 其实大概一半一半 大概一半一半 可是周主力方向 不好意思 几乎全部都空 所以下礼拜有机会 先往下做一个反应 那反应完之后 支撑不破 才有机会再往上冲 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下礼拜 往下的时候 你要嘛 卖就卖的比别人快 你不要说靠往下 打到支撑了 支撑破了 你才要停损 短线上可能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啦 那不要轻易的去追价 因为他这边 坦白讲 就是 有可能先下后上 有可能是先下后上 所以短线上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大家布局520行情 也不用太早布局 下礼拜 4、5 或者是1、2 你要布局 都还可以再布局 短线上面而言 这边特别留意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4月份的价位 你说5月份到底要不要再改 我们下礼拜再来说 因为 现在改 整个国际股市 看起来 并没有所谓的 那么乐观 所以呢 基本上 古代暂时不想改 古代暂时不想改 因为 这边改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乐观 很乐观 其实 就很容易有悲剧收场 所以呢 大家特别的留意 这边当然不是要恐吓大家 你只要不追高 当然就不会傻地了 这是铁绿 这一定是铁绿 连电你不要买在60块以上 你自然来到56块你不会砍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 短线而言其实 一样那句话 同样 一档股票 为什么人家操作赚钱 你会赔钱 你就是买进去的价格 跟人家不一样 你说是连电的问题吗 一点都不是 是你个人有问题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 我觉得大家 那反正 大盘看懂 你决定一下你的资金部位 到底要配多少 做多的资金要花多少 在这边 所以这个 要动态去搭配 不要说靠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人家买联电有赚钱 那我也跟着去买联电 可是问题 人家买在52块53块 你买在60块 你当然一定赔啊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 到底是股票的问题 选股的问题 还是你个人的问题 这样懂我意思 我觉得大家这个 大家要特别去反思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整个 来看的话 5月份 可能 以目前这样的情况来像 可能有520行情 可能 可是 不要忘记啊 目前各国疫情蛮严重的 台股又控制的好 台股控制的好 其实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压抑在 可是他顶多以盘待跌 这样懂意思吗 顶多以盘待跌 所以这边 大家一样那个警觉心 要有 那并不是叫你就放空 你现在空 可能也赚不到什么钱了 除非你做的比较短 可能一两天 或者是赚个一两百点 你就要搜索 你不要说这边要波段空 目前还不到波段空的时间 好吗 还不到波段空的时间 那明天呢 下礼拜以目前这样看的话 是有机会去往下做一个 表态 往下做一个回撤 是有机会往下做一个回撤 回撤之后可能会先下后上 有可能先下后上 所以短线上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好吗 特别的留意 OK 好啦 就先讲到这边 那 价格点位的部分 大家就参考 这边就参考 大概是这个range 大概是这个range 好吗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那股票的部分 先讲一下 因为最近大家的问题都比较多 那问题比较多呢 我就没有办法一档一档的 带大家去看 握社预备表态股 所以 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就要自己取舍 大家要问问题 那我们就会 损失一点点 握社预备表态股 我可能会讲的一些重点 那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时间上就可以讲握社预备 可能比较多一点 所以短线上 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 那握社预备呢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了 比如说 我自己都会建立一个类似 类似这样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你大概可以保留 两个礼拜左右 保留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握社预备 你看哦 这是我们上礼拜 0426的握社预备表态股 多方的 那多方的涨幅 其实你就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通常来讲 通常来讲 这边其实好像还可以插一个 类似 我记得它有一个叫 一周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一周啊 大家去看一下这一周 这个是我们选出来的 你看哦 我们多方 0426握社预备表态股 大家去看一下 从我们选完 这一个礼拜涨了几% 这样的胜率 你们自己看高不高就好了 不用我多讲 不用我多讲 这样的胜率 你们自己看一下 屌不屌 屌不屌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 你不用盲目的去 每天追高杀低 每天去选股票 真的不需要 你把骨态 分享的握社预备表态股 给它好好的做 好好的钉 好好的钉盘 这样就好了 我就不相信这几档没有人做 一定有人做 一定有人做 那是要讲什么 对不对 然后握社预备表态股 空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一周 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那 跟刚刚比起来 你会发觉 刚刚我们做 我们选出来的 比较多的部分 它其实 几乎都红的 那这边其实 就一半一半 为什么一半一半 因为这礼拜 大盘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我有跟大家讲 目前还不知道波段空 你就算要空 也很难空 也很难空 所以你会发觉 这边做空 你会发觉跌幅 都没有太大 没有太大的跌幅 反而是做多 比较好做 大家懂的意思吗 那也一样 这个是0419 0419 我们多的 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礼拜 涨几%? 计价 涨几%? 金豪科 雅聚 宏达店 剩余世界 你们自己看一下就好 一样嘛 4月29号 来看一下 4月29号做空的 一样 所以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这边要特别的去看一下 我有跟大家讲 你标股 股泰都会帮大家选出来 你不用外球 你真的不用外球 你每天在那边搜寻那些 你看 这样就好啦 我们就看上礼拜就好 单个礼拜 一周涨几%? 这里的一周怎么算的? 礼拜一开盘价买进去 到礼拜的收盘 你知道你赚多少钱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每次在讲这个 握社一杯表态股 大家不要觉得说 25档很多 你每天去看那些 社团上的选股就好 每天都买超过25档 每天都不一样 你有多少钱可以买? 我问大家一件事 你到底有多少钱可以买? 不就这样而已嘛 群脸 威刚 欣欣 3037 那时候不是有人问吗 我那一天还说 干嘛 那时候 刚上来的时候 不是春久还是谁 是不是有讲 我说刚回省 不用卖 不用卖勒 百元操作策略 他当天卖掉 我说第一次来百元操作策略干嘛 第一次空嘛 第二次咧 撤100 有没有 撤100 撤100不破 第二次来干嘛 做多 就上去了 请问是要讲什么 请问是要讲什么 然后呢 群脸 有没有 什么时候选出来 标股一定都有帮大家选啊 智邦什么时候选出来的 请问一下是要讲什么 是要讲什么 合金什么时候选出来的 中美金 对不对 伟权店 台胜科 艾浦 大家懂得知道 所以短线上 其实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反正 标股 我们一定会帮大家选出来 大家放心 你如果真的找不到什么股票 那你就 看一下嘛 看一下嘛 那古泰有说 基本上就是 古泰 基本上只会看自己的 好 因为这边筹码 其实我们都筛过了 啊筹码 筛过了 那接下来你就是看什么 看技术面嘛 技术面什么时候出量 什么时候表态 你就跟着做就好了 大家懂得懂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哦 好吧 OK 我们今天 周月阻力行星表 就先讲到这边 那这个全正的部分 大家特别的留意它 特别的留意它 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 那 最后啦 还有一点点时间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到底要花多少钱 好 那一天不是有人问 我们就不要讲哪一档标的了 我们直接用2330的台积电 直接用2330的台积电 去跟大家做分享 好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全正搜寻 好 我要找2330的台积电 现在刚好限价600块 好我们要认购 好认购呢 元大好 旅约价呢 旅约价就最高到600 好 古泰喜欢做价内的 买卖价差比 这边古泰 基本上不会选 好 因为可以用肉眼去塞 那价内外程度呢 古泰呢 希望 希望在 价平到价内15 好 价平到价内15 行驶比例 十字杠杆 成交量你可以500以上 剩余天数呢 基本上你可以选 大概60天 流通在外的比例 这边可以不用选 用肉眼去塞就好 像这边 只有选一档 好 大家去看一下这一档 成交价1.75 也就是说你买一张台积电 087682的全震要花1750块 好 1750块呢 你等于买几张的台积电 等于买0.02张的台积电 好 大家去想 我只讲这两个地方 这一个 现股的总张数 等于全震张数 乘以行驶比例 好 我们再点进来看 重点来哦 现股的总张数 怎么算 怎么算 行驶比例在哪里 大家去看一下行驶比例 行驶比例在这边 最新行驶比例就要0.02 好 我今天 今天 以台积电 这一张全震而言 我要买几张的 全震 才等于一张台积电 再讲一次哦 我要买几张的全震 这边全震的张数乘以行驶比例 我要花多少才能等于1 现股的总张数 我要让它等于1 我要买一张台积电的现股 总张数嘛 现股总张数 这样懂意思吗 好 1 等于多少 全震张数 我要买几张 打一个问号 乘以多少 行驶比例 乘以多少 行驶比例 0.02 大家去算一下 我要买几张 这个问号 问号等于几 那你就是干嘛 你就是干嘛 你就是用干嘛 一张 好 1 除以多少 除以它这个行驶比例 0.02 等于50 也就是说 我连 台积电元大0b 够05 我要买50张 乘以0.02 是不是刚好等于1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如果 没有办法买到台积电 的现股 我想要用全震去买的话 我这一张全震我要买几张 我要买50张 大家懂得懂 那50张多少钱 50张多少钱 50张多少钱 你就用50乘以多少 现在成交价叫做1.75 也就是1750 也就是1750 这样懂得懂 这样多少钱 这样多少钱 50张乘以1750 87500块 我就可以买到一张台积电了 87500块 我就可以买到一张台积电了 875500 875500 875500 1块 限股涨1块 我全震跟得涨1块吗 没有 这时候 你如果要 干嘛 你如果要 完完全全 复制台积电的涨跌 的话 你是要看下面 一样 台积电限股 一张涨跌1元 那我要买几张全震 我要买几张全震 这时候就要看谁 看Delta值 0.012 所以呢 我这边有刚刚帮大家写 1除以Delta 1除以多少 Delta是多少 Delta是多少 0.012 0.012 83张 83张 张天的懂吗 也就是说 我要完完全全 完全 复制 现股 我要完全复制 现股 的 涨跌 报酬率 我要买几张 我要1除以Delta 0.012 0.012 这里等于多少 83张 我们取84 等于84张的全震 全震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听得懂吗 那84张的全震 一张全震现在多少 1.75 1750 也就是说 你要花几万 你要花14万 你要花14万 大家知道台积电 现在一张多少钱吗 600块 你一张要花60万 我今天 要花14万 5833 等于多少 14 5833 我要花14万 5千833 我就等同于拿60万去买台积电 一张现股的涨跌幅 这样听得懂吗 跟刚刚的8万7千5百块不一样哦 这里的8万7千5百块指的是 我买了50张的全震 等同于 现股一张 可是等同于现股一张 不代表我可以完全复制他现股一张的涨跌幅 这样懂意思吗 你要完完全全复制他现股一张的涨跌幅 你要看谁 看下面这个 所以呢 你下面这一个 你如果要完完全全复制一张台积电现股的涨跌幅 你要花几万 你要花14万5千833 这样听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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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4万8千5百33 等于几张现股 它这边大家可以乘以1.5 也就是说 你全震要买到等同于1.5张的现股 才能完完全全复制现股的涨跌报酬率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这两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古泰通常会这样算 古泰只会算下面这一个 为什么 联发科涨一块 那我希望我的全震也涨一块啊 我总不可能希望我联发科涨一块 我的全震才涨多少 0.1 还是0.2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呢 古泰通常在换算报酬率 换算涨跌的时候 只会看Delta 古泰不会看行驶比例喔 古泰不会看行驶比例 因为行驶比例 不代表它可以完完全全复制涨跌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市面上应该没有人跟你讲到这么细 没有人跟你讲到这么细 OK 好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边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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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